食管炎分为很多种型别,其中就有慢性跟急性之分,关于慢性食管炎,一般指的就是反流性食道炎。 怎么样去治疗食道炎呢?一旦患上食道炎,对于患者的进食就十分不方便。 为了处理好食道炎,需了解一下食道炎的治疗方法。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治疗食道炎,进食烟酒辣等垃圾性食物,因为刺激性食物会加重食道粘膜的损伤,严重者会加重病情,以易消化的流脂半流脂饮食为主。 这不仅帮助我们更好的进食,还能保护食道,而且流食对于患上食道炎的患者来说,下咽过程不会有太多的痛苦。 平时少食生冷,甜食及容易产酸的食物,因为一般生冷的东西刺激性比较大,对于比较敏感的食道粘膜,就很容易造成发炎。 而且生冷的东西对体胃部的伤害也比较大,如果在患上食道炎的时候还去吃生冷的东西,可能会造成身体上其他部位的伤害。 药物治疗 一、胃动力药物如麻丁磷、胃腹安 二、一些常见的抗酸剂例如氢氧化铝胶剂副方氢氧化铝、氢氧化铝片剂、胶体刺钩原酸钮 这些药物对胃部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。 三、一些益酸剂比如西米剃钉、奥美拉座、雷尼剃钉 四、胃粘膜保护剂、硫糖铝这几种药物都是治疗食道炎非常有用的。 我们在治疗食道炎的时候,还要注意保护我们的胃粘膜,因为食道连着我们的胃部,一旦药物伤害到患者的胃部,那这个治疗就得不偿失了。 在进行食道炎治疗的时候,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去正常进食,有的因为食道炎下咽困难就减少进食,这种方式是不对的,只有进食正常才能保证机体营养来源。 另外可保护患者胃粘膜,降低药物对肠胃的影响。 字幕志愿者 杨伊沃和胃部